大家好,我是新月 今天花了五毛钱买了一块南瓜 加上两颗鸡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营养又好吃的做法 先用勺子把里面的南瓜籽和瓜囊刮掉不要 取出干净以后对面切开 先把瓜皮切掉不要 再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以后收入盘中 稍微整理一下,直接放在蒸锅里面 盖上锅盖开大火 上气以后蒸八分钟就可以了 南瓜蒸好以后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用筷子轻轻的一插就可以看到南瓜是否熟透了 这个南瓜是非常好熟的 几分钟就熟透了 关火想慢慢取出来 方便按板上 趁热在里面打上两颗鸡蛋 接住一个小叉子或者是小工具 把南瓜按压成泥 让南瓜和鸡蛋充分的融合在一块 中途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适量白糖 大概三只克左右 如果喜欢吃咸味的那就少放一点 再次充分搅拌均匀 最后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是可以了 把南瓜泥转移到一个大一点的盆子里面 在里面加入两颗泡打粉 两颗酵母粉 先用筷子搅和均匀 搅匀以后精致五分钟 让酵母粉和泡打粉充分的融解 五分钟以后分多次少量 添加低筋面粉 添加一次搅拌一次 再次添加 每一个的南瓜水分是不同的 所以加入面粉没有详细的比例 边添加面粉边搅拌 中途观察面粉的稠气度 最后搅拌成像这样的稠气度 搅拌成大面絮状就是可以了 然后把筷子放在垃圾桶里 加上20克食用油 清洗干净左手用右手揉上面团 最后在盆中揉成一个偏软一点的面团 面团有点粘手也没有关系 只要把干面粉揉进去就可以了 趁面粉不注意的时候 铺上一张保鲜膜 直接去找一个太阳 净化至两倍大 下面准备一把灰藻 接着倒入一大碗生水 下手抓洗干净 洗掉表皮的灰尘还有脏东西 把清洗干净的灰藻放在小碗里面备用 准备两毛钱的葡萄干 倒入一大碗生水 下手给它抓洗干净 葡萄干比较脏 要多清洗几遍 清洗干净以后放在小碗里面 把灰藻放在案板上来切一下 先切成厚厚的薄片 把枣壳扔掉不要 我们再来切一下切成小块 收起来放在小碗里面 面团到太阳底下发酵了20分钟左右 现在已经发满盆了 我们先把保鲜膜给它接下来 接下保鲜膜的那一刻 里面的蜂窝组织非常的多 特别的明显 发酵得非常好 这个时候我们把红枣还有葡萄干 加进来 用筷子搅拌一下 让红枣 葡萄干 还有面粉 充分的融合在一块 案板上提前多撒上一袋干面粉防粘 然后把发酵好的南瓜面团 放在案板上 这个面团的水分比较大 我们要多撒上一袋干粉 然后下手快速的揉出面团 让红枣 葡萄干 还有面粉 软和均匀 最后在案板上揉出三分钟左右 揉出一个光滑的面团 再撒打干面粉 用尽全力 擀成一张大饼 饼的大小 可以根据自己家里面 垫饼铛来操作 垫饼铛提前喷点食用油 这个油呢 要多拉一点 然后想办法把饼放在电饼铛里 先不用开火 稍微整理一下形状 盖上一个雅一点的盖子 行十分钟左右 剪好以后打开盖子 可以看到体积明显变大 直接开电饼铛上杆 上下火来烙制 时间到了 我们从边缘的地方可以看到 这个饼子呢明显变大了许多 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五分钟这个饼的底部呢 已经烙制成形了 而且已经熟透了 但是上面还欠点火候 因为这个饼比较厚 所以想办法给它翻个面 然后盖上盖子 再烙制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 我们打开盖子 再次给它翻个面 盖上盖子 再烙制两分钟 全程烙制十分钟左右 用铲子按压饼的边缘和内里 轻轻地按压下去 可以看到立即弹起 像这样就是熟透了 我们立即出锅 看看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放饭按晚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饼的边缘 非常的厚质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这个饼是发面的 多吃一点呢 也容易消化 我们改刀切成小块 这样更方便食用 香甜好吃的南瓜 发面饼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发面饼 香甜好吃 光看这个饼的颜值 就非常的有食欲 南瓜的营养 也是非常的丰富 南瓜不要总是熬粥 或者是炖着吃了 可以来尝试一下这样的做法 做一次就足够家里面吃一天了 当做主食 当做小零食来吃 都是非常的不错 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 那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无论是站着吃 还是坐着吃 都是非常的好吃 点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 家常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哦 辛苦一下 我是新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关注